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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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秋天凤眼 又到了崭新卡霞更新的时间啦 所以我们就来愉快地分析这期的崭新二奖吧 那在开始之前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还请大家不吝啬点个喜欢 想继续看可以点个订阅哦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Let's go 那么这次的崭新二奖 灵芝包子 奇诺 那他种族属性是火药哦 队长既算是硬陷至火属扩妖精入队啦 毕竟要挑战陷阱关卡 没有一点血量真的是有点难玩的哦 给这三位倍率其实不算低哦 要拿来给达吉当副队长其实也是有机会的 尤其是关卡有追打盾的时候呢 算是可以考虑一种选择啦 只是说为什么这次两张大奖都想抱达吉的大腿啊 虽然这么香的腿 我也想抱就是了 奇诺的队友技能呢 其实分成两个部分啦 第一个部分是 只要灵芝包子 奇诺做成员就能出发 只要敌人被上中毒或者是裂毒状态呢 就会魅惑敌人一回合 还会让中毒状态的敌人受伤4倍 如果能够配合天蝎这种能够被动毒人的卡片呢 说真的还算是挺实用的 毕竟他又有空场又有增伤 不过这能力其实就比较偏娱乐 毕竟能靠被动不靠技能去上裂毒或者是中毒的卡片偏少 如果要靠技能才能上毒的话 那还不如直接带一个增伤效率可能会更高一点 而且你还是要绑两个位子 就为了这个增伤 说真的是有一点过了啦 更不用说这能力要触发 还要敌人可以被控制 所以个人觉得这部分实战价值其实偏低啦 只是我很好奇的是 这个毒还会附加魅惑 该不会这毒是纯药吧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奇诺做队长的时候就能触发的能力哦 这里一样不看必然 只看比较特殊的能力哦 首先是防毒和挡死啦 那挡死就是妖精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啦 毕竟妖精本来生命值就偏低嘛 但变两倍血说真的也不一定应付得了现金的关卡哦 而且这组合还避免了遇上中毒扣血时 没有办法触发挡死的情况 整体其实还是相当实用的 移动守五颗还会转化为星药服食 但这能力其实在现金环境来说 不是这么好用 虽然星珠有全坚150%的效果 消到也能触发被攻和加坑的能力 但是这种能力要驾驭 其实是需要一定手转实力的 所以整体来说呢 齐诺当队长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虽然因为他也可以抱打击大腿啦 所以应该是不至于不能玩 但相信在他加坑不多 没有自带武士敌技能力 又很吃手转的情况下呢 估计除了抖MY 应该是不太会有人 拿他当队长去挑战现金管卡的啦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主动技能部分 主动技一是CD6的还原碎裂 并将所有的服饰转化为强化服饰 而且两回合内会无视毒物 还会让左三行手臂掉落队长属性强化组 右三行掉落战友属性强化组 整体算是偏向特殊解盾的卡片啦 毕竟目前妖精一下打击不怕碎裂 妖精真的要解碎裂 其实还有妄打喔 而且打击虽然是很缺强化组合队长啦 但是可以替代的卡片说真的也有很多 剩下的防毒物虽然是稀有的能力啦 但稀有就意味着必要性不高喔 所以这能力整体必要性 相信可以直接请师爷来做评价啦 那主动技2一样是CD6 能力是上中毒状态喔 那配上队友技能呢 也算是一个很可观的爆发和控场 但是这依然是属于特殊解盾的范畴啦 换句话说这能力的必要性呢 就是得看官方脸色啦 那羁绊能力的部分呢 说真的很普通 虽然啦 角色族变成姚竹竹 可以辅助打击 在版面被还原的时候呢 维持输出 但会有这种必要的机会 其实不高啦 个人比较相信 他主要还是会被拿去 当作母母的玩具就是了 毕竟这样才有本啊 那总的来说呢 奇诺算是一张偏娱乐卡片 虽然二奖向来都是这样啦 毕竟妖精一线的打击 没有一定要他的理由 虽然他出了打击队 应该还是会有出场机会的 但是就目前环境来说呢 要玩其他妖精队 真的需要一点爱啦 所以个人觉得 没有什么爱 应该是不需要特地去把它抽出来的 但如果你是蝙蝠侠的话 可以当我没说 好啦 以上就是这期展现二奖的介绍 个人觉得是一张挺有意思的卡片 但入手必要性就真的没有很高 加上这次过年黑金 感觉官方又要做死一波 所以个人觉得是省一点会比较好 那就这样啦 如果大家对于这次的分析有什么意见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在下一星期的绝对云分析再见啦 大家拜拜 ast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